二十八星島日報 科大博士生研納米同章製電路板 2015年7月10日星島教育F01羅景妖將一個能夠改善生活的大學研究項目推出市場 當中需要經歷重重困難 兩個來自科技大學博士生的研究 一個能使電路板的製作過程大幅簡化 另一個能夠幫助眼疾病人 兩個項目早前在科大一百萬元創業計劃大賽中勝出 將獲大學提供資金與辦公室 支持他們將演練實現 獲得駕軍的隊伍Nanoprint 其中一位成員的博士研究 是利用納米同章製作出家簽薄 且可屈曲的電路板 成本和重量都較現使用和薄製造的低 有望將來令智能產品變得更輕巧 這項技術亦可結合3D打人 令資本較小的生產商可將產品作小規模量產 成員張迪表示 參與比賽令隊伍有機會接觸不同投資者 並透露現時有創投公司願意全力支持技術的研發 患有黃斑病變或糖尿眼的病人 現時需要每月到醫院做手術 將藥物直接注射在眼部 不但費用昂貴 而且對病人造成極大心理負擔 生物醫學工程學部博士後研究生如如在修讀博士時 研究出解決辦法 將藥物與透明質酸融合後注射 可令藥物在眼部維持半年以上 減少病人需要注射的次數 這項技術鏈隊伍Nother Matrix在比賽取得貴軍 如如指 技術已進入動物試驗階段 為確保技術將來能推出市面 將已自知公司形式繼續研發 記者落境 後面的心理責任 揮傷 藥物 後面的心理責任 优优优独 為確保技術 這項技術 那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